长安是中国佛教的僧财汇聚中心 早在连禁南北朝时期 长安佛教的发展主要就得益于 祝法户、施道安和九摩罗什三大僧团 汇聚长安所进行的佛经翻译活动 隋唐时期 作为京都的长安交通便利 寺院众多 僧人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条件优越 佛教的洪传就容易产生极为显著的效应 它有着非常巨大的社会的影响 所以长安佛教的良好的人为生态环境 就吸引了众多的高僧、明僧、学问僧 前来长安弘扬佛法 印度的僧人们或者是沿着陆路或者是沿着海路聚集到了长安 西域的僧人们沿着河西走廊进入了长安 而日本朝鲜的僧人们自东向西来到了长安 以玄奘大师为代表的出国留学取经的僧人们回到了长安 国内各个地方优秀的僧人们也云集到了长安 优秀的身材汇聚到了长安 是长安成为佛教经典翻译、教义洪传、宗派创立、文化交流等中心的前提和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《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》